中文 童话 人鱼女王 第二步 人鱼王国的女王身患重病 她忠诚的仆人想出一个主意 那就是宣布举办比赛 亲爱的人鱼王国的子民 无论谁从人类世界带回魔法玫瑰 她都将能够获得皇家珠宝中最昂贵的珠宝 只有思考极致到魔法玫瑰的重要性 她不惜一切地想救她的女王依莎贝拉 人鱼们并不知道魔法玫瑰的真正用途 踏上了他们充满挑战的海洋之旅 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魔法玫瑰 但是皇家珠宝的诱惑吸引着大家 所有人都参加了这场 惊险无比的比赛 除了萨西 你为什么还没准备好 大家都出发去找那朵神奇的花了 你不去吗 哦 是的 陆地上有一朵魔法花 远离安全的水下世界 根本就没有魔法玫瑰 菲奥娜 如果有的话 你正看着它呢 你太高估自己了 希望你能改变主意 只有真正的魔法才能让我去寻找魔法 思考奇越来越担心依莎贝拉女王 思考奇 你真的认为有魔法玫瑰吗 是的 我的女王 是的 萨西没有跟着大家一起盲目出发 她对任何珠宝都不感兴趣 也不相信魔法 她离开了人鱼王国 穿越海洋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太神奇了 那是什么 当萨西游过来的时候 她看到一艘装满人类的船 随意地往海里扔东西 怪物 怪物 那不是怪物 那是条人鱼 淘气的萨西 拿起放在甲板上的一把梳子 潜入水中 嘿 你 让我们跟着她 她会带我们去他们水下的一笔石切 哦 我会向你们展示所有隐藏的东西 哈哈 萨西的勇敢人尽皆知 那就是她总爱恶作剧 她了解水下的世界 不怕被追赶 她快乐又充满活力地在海洋中打转 哦 嘿嘿嘿 为什么她一点也不害怕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哦 他们的海洋里有漂亮的宝石 继续跟着她 萨西知道人类不会轻易放弃 你们想跟我去水下对吧 好啊 跟我来 那个女人太兴奋了 想都没想就追上了萨西 不 我没法 游泳 救命 嘿嘿嘿 哦 不 萨西以最快的速度游了回来 但是她下抢得太深了 所以要游到溺水的女人那里需要更长的时间 萨西越来越担心 但这时出现了一道光 那 是什么 什么 萨西抬头看去海水上升 带走了这个女人 并把她安全地放到了船上 使大海救了她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当萨西看着光源时 她意识到她来自远方 确认那女人安全之后 她顺着光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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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很抱歉 我再不会贪婪了 海洋太神奇了 亲爱的海洋 给我珠宝吧 但是海洋却没有 萨西跟随绿光游去时 她转而去了深海 虽然萨西是一条人鱼 但任何生物都不能进入那么深的水里 好吧 我可是人鱼 人鱼应该是勇气的代言人 至少应该是吧 我一定要下去瞧瞧 萨西游到靠近绿光的地方 最后到达了一个黑暗的洞穴 让她害怕的是 发出那道光的不是别人 正是赛托 一个特别的下午 你好萨西 赛托 我以为你只是个神话 我的意思是 对不起说错了 我是说你不应该存在 好吧 还是不对 我的意思是 我想说 谢谢你帮了那个可怜的女人 这里属于萨尔潭的水域 没有人会受伤 告诉我你是为了拿朵魔法玫瑰而来的吗 如果是水流把你带到这里 那女王一定病得很重 等等 什么 往后的确病了 但我不知道有神奇的玫瑰可以治好它 好吧 我不知道真的有魔法玫瑰 也不知道神话中的赛托是真的 我知道到就这些 别再提神话了 我就在这里呢 哦 对了 抱歉 又说你是神话中的了 海洋是巨大的海子 它有很多被埋藏的秘密 我是神奇海洋的守护者 这里的宝藏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请跟我来 当萨西犹豫的跟着赛托进入黑暗的洞穴时 它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害怕 事实上 它在这个神秘的生物身边很有安全感 经过几个水流之后 他们来到了一个很深的垂直隧道 隧道的开口处有一间小屋 那里躺着一朵神奇的玫瑰 你必须徒手爬上去才能得到它 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任务 你可能想要放弃回到舒适的水中 但你要坚定信念 你看 只有人鱼才能拿到这朵玫瑰 因为到达那里的唯一方法就是 穿过水下的洞穴和这条同王陆地的隧道 啊 我应该听贝拉的话 和她一起来的 告诉你吧 神话中伟大的 我是传说中的赛托 我向你保证 我不会放弃 我会为了女王去做的 我不会再回到舒适的水中去 不服输是我的座右铭 什么 我的意思是 我得告辞了 再见 去吧萨西 做个勇敢人鱼 去吧 萨西开始了她的隧道穿越之旅 她知道这将是她一生中最艰难的旅程 当她奋力攀爬的时候 有太多的问题 她想要知道答案 魔法是如何出现在这片大地上的 谁在守卫她 赛托说的神奇的水世界是什么意思 太阳真的很神奇吗 伊莎贝拉女王是怎么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 而最困扰她的问题是 如果这神奇水流能把人鱼带到玫瑰的地方 为什么会是她 有什么问题 本人就想让她继续 颜色 幻灭 然后请再给我